政府和企业里面缺了大批经济人才 这个的储备 这个的准备是需要时间的 而在座我们以及我们未来的年轻人们 可能为这个社会 你今天做准备正好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也看到实体怪虚拟 虚拟怪实体 失败者总在怪别人 成功的人总在怪自己 哎呀我怎么没把握这个呢 哎呀当时我讲的我就没听见的 哎呀我儿子跟我说的时候怎么没注意呢 这些都会成功 但是说哎呀你们这把我搞翻顿了 那个把我弄贪了 这些都没出现 我看了无数的 所有成功者都在检查自己 所有失败者都是别人的错 一会儿怪政府 反正就像我们打高尔夫球一样 对不对 不行了怪天怪地怪改字不好 怪球童走路太小 反正我们都会管 都不会有出息 所以我们自己还得检查自己 不断的反思 不断的反省 别人成功的去欣赏别人 学会欣赏 即使别人失败 不要觉得人家很愚蠢 我告诉大家 几乎所有的企业犯的错误 90%的人重复了99%的错 你们去思考一下 天下其实没有那么愚蠢的人 人与人之间相差真不多 只是你会不会反省 你会不会欣赏 你会不会熬一熬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呢是跟大家 这个讲 好企业都是诞生在坏时代 我想讲一个例子 英国和美国在200年以前竞争 航运是很典型的 英国的船 那那时候是垄断了整个海运 美国来了一个竞争 没多少年 美国就把英国给打败掉 你知道为什么打败 欧洲人 英国人不敢冒险 美国人敢冒险 欧洲人一看 风不对 今天要大浪 我就不出去了 美国人招样出去 从那个世纪上 美国人22个月 船行到广州贩卖茶叶 那几乎是路上是各种各样的风浪 美国人是有风浪也上 没风浪 除非觉得大判断才不上 最后他们吃的是雨水 加熏鱼吃吃饭 省下了点钱 让每一公斤茶叶少了五分钱 正因为少了这五分钱 完全开始打抢下了这个市场 敢不敢冒风险 敢不敢迎接挑战 敢不敢改掉 昨天自己觉得很对的东西 这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 所以这些呢 我想我们在座的企业家 每个企业你今天能坐在这里 你已经经历了无数的困难和战争 我相信不要再担心 那帮小孩一会儿有很多的激情似火 冲动似火的这种创业者来 我们应该欣赏 但是我们心里也知道 年轻人路还很遥远 我们走过的路 吃过的亏 他们都会走一遍 只是我们今天想 对未来要有敬畏 对昨天要有感恩 因为我们的感恩是 没有中国三十年的平稳的发展 不会有我们今天 这是感恩 但对未来来讲 敬畏之心 必须要有新技术的敬畏 远远超过大家的想象 这个大家 其实没有阿里巴巴 很多传统的零售行业 也会倒下 只是刚好展示了我们 加速了你们倒下而已 所以这个不能怪一个技术的 第一次工业革命 机械出来把农业点掉了 但是任何次技术革命 别跟我讲什么 哎呀 技术消灭了旧业 不是那么回事 每次技术都创造了无数的旧业 第一次工业革命 人们认为机械出来会取代人力 事实上工业革命诞生了无数的工人 第二次能源革命诞生了无数的旧业 这一次技术革命 依旧会带来无数的旧业 只是他要求的是高端旧业 亲爱的观众朋友 很高兴您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是互联网创业的先行者 世宣教练 我以前做过直销 开过网络公司 在贸易公司做过高管 虽然说有一个稳定不错的收入 但是我不想一辈子打工 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 当你没有钱 没有本事 连你最亲的人都瞧不起你 朋友 你还在传统的行业中苦苦的挣扎吗 今天你有幸看到这个视频 我愿意手把手的教会你 如何利用互联网 一部手机 一根网线 实现个人创业的梦想 我们不需要投资 不需要找人脉 更不需要东奔西跑 我已经带领了一批又一批的90后 00后 甚至50多岁的网毛阿姨 实现了他们的创业梦想 如果你是一个有激情 有梦想 又不甘现状的人 那么请大胆的对自己的过去 说一声No 请拿出手中的纸盒笔 记一下我的联系方式 我的QQ158-554-2514 我的微信182-3603-3398 了解不会损失什么 拒绝了解 可能错失良机 谢谢 Data Technology Data Technology出来以后 它不是一个技术的变革 是个思想的变革 是让你的员工更强大 让你的合作伙伴更强大 让你的客户更强大 甚至让你的对手更强大 大家有时候想 对手更强大 是什么概念 贼越杀 警察越无能 贼越强 警察越强 对手越强 你才会越强 你看到任何一个对手 你都要把他当作福报 今天终于有一个人 让我练一练 不要你死我活 千万 因为你搞死他 你未必会活的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在这个商战的过程中 请大家 请大家订阅